面對著貪小便宜的心態 這個其實是一種我們的常生活常見的現象 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去理解 第一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較重視短期的利益 尤其是是面對著經濟壓力的時候 很多人更加著重即時的滿足感 比如說買到便宜的東西 其實可以帶來即時的快感 甚至讓人覺得 好像做了一個很聰明很有智慧的選擇 也有些人會做一些簡單的成本效益分析 有機會將便宜視為最大的吸引力 反而忽視了長期健康的潛在風險 第二 過去的經驗都有機會是有所影響的 比如說有些人過去曾經買過一些很便宜的食物 又沒有出現過任何健康問題 他們可能會覺得原來我這個選擇都很安全很穩陣 從而他們會繼續重複這個行為 他們有機會有個心理就是 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 讓他們再一次面對同樣的情景 比如說有一個特價東西 他們會做出這個買便宜的選擇 另外也有機會跟自我價值感是有關的 對於有些人來說 他們能夠在有限的預算裏面 找到便宜的物品 其實都會讓他們覺得 我原來在經濟上面 都可以做到一個很聰明很明智的決定 從而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感 還有通常成功找到一些便宜的人 他們有機會有一份滿足感、成功感 甚至會跟身邊的人去分享 我又省了錢 分享他們的心得技巧 讓他們的感覺是自豪 所以這方面都有機會強化 他們繼續買便宜的行為 最後 社會文化因素都會有所影響 例如在某些文化或者社區裏面 周圍的人都比較重視找便宜的物品 這種集體的行為或者文化 都會影響到個人的行為 進一步強化了個人的消費習慣 例如繼續買便宜的物品